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士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这次我们就讲讲 这个是英国 牛津大学世界顶尖学府 想不到他们真的这样 不人对待一帮这么有知识的人 原来现在英国名校牛津大学 近期因为过度依赖兼职港师 甚至时薪制的港师教大学课程 令人们批评 你呀,全球应该排前十的大学 为什么你不是用最专业的人教的学生 因为便宜 便宜?便宜就这样了? 是这样的 不是这个知识有价值吗? 是的 就是我请一些兼职 有位KOL的兼职是什么? 知识有价 知识有价 那知识是否有价是有价? 就请他做兼职 他好像在英国不知哪家名校都教了 所以你看到他现在的言论 不敢出位 始终他们在当地做老师 你知道有很多不同地方的学生 很多不同地方的学生 也对的 謹慎一些说话 当然面对手组 即47人案的所谓手组 他就不够謹慎 饮饮食食给人家 是的 看看英国牛津大学 这么高级的学府 原来也这么不堪 大学学院工会批评 牛津大学接受外界捐款 但利用一些叫外卖式合同压榨老师 来支撑学校最享负盛名的教学体系 以及教学质素 即是说你这样是压低了教学质素 两个字可耻 四个字相当可耻 原来这个英国观察家宝 他就独家拿了份数据 牛津校内只有三分之一的课程 是由全职老师受货的 而多达六成一的核心课程的教学 是由签短期合约或者按时薪计算 港师完成的 其中百分之二十的课程更是由博士生 或者刚刚展开学术生涯的新人 是说这些港师负责 以前我也是 不过他可以这样说的 以前我老板 我们叫博士 导师老板说我给他教学经验你 因为你有一天可能走到这个讲坛上的 你需要经验的 所以我给你这个机会 给你这个机会去吸收经验 原来大学学院工会的秘书长 这个Joe Grady 猛烈评击牛津大学 就说 校方接受捐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 因为始终那么出名的学校当然是捐钱 现在 很搞笑他说这合同的交易就叫 Deliver Rule 大家知道这个就是外卖平台 对吧 我们也有 竟然这么专业的东西变得跟外卖仔差不多 对 当然这个也是英国知名的外卖平台 暗示 薪水低工作不稳定 用这些Deliver Rule方式的 合约来支撑一个所谓优秀的制度 令学者在超低薪水甚至贫穷线以下工作 他也表示学生和家长 如果得知牛津大学 利用 这些学者从事低薪教学工作 肯定很生气 因为这家 你这些世界顶级的大学 讲白了 就是软件 就是私智 对不对 工户也说 港司的身水 计算主要是基于实际和学生 实际和学生接触的时间 但是如果考虑到 还有备货 评分 学生辅导改卷 其实实际的身水往往是低于最低工资的标准 一位受访命博士生也说 他在牛津的时薪 只有37磅钱 所以他 不是一个体面的收入 高过很多BNO 但是做仓 要拿来比 对不对 不是职业无分贵赠 但是如果你觉得 知识有价 应该 这个就不是那么好的 所以他们每周必须 安排两天去 在学校之外 这个 BNO 广东话 大陆叫炒肩 part time job 在这些 就是校外的教育机构任教 做一下补习先生 就是 补贴生计 另外一位人民学科的 导师 就形容牛津的体制 新疆啊 强迫劳动 好笑 就是极度的劳动 动物责 并且是 剥削 强迫劳动 牛津大学的基督 唐学院 2002年 学年的收入是达到4260万磅钱的 但是 效果 帮他们 现代 欧洲市的教授 开出的 年薪 蛤 跟很多BNO 差不多 16983磅 当然 这个 可能是底薪 还加上 Kita Kata Tutorial 那些 招聘广告 当中 要求港师每个星期教授 是五堂课 还有额外的辅导 和是 测验的工作 计算后 时薪 仍然是 低过最低工资标准 这个搞笑 对吗 学院 在接获批评后 公布有误 这些假的 并且将职位 重 他说不好意思 那个招聘广告 写错了 不是 不是全职工作 那是兼职工作 不好意思 我写错了 兼职 16000多 其实都低了 都低了 牛津 不要转眼被人踢 踢爆你 对 牛津 万多磅钱 兼职工作也低了 另外 牛津大学副校长 Irene Tracy 亦在2023年上任后下令 对老师的身资进行审查 但是 审查范围 并不包括专门为 是教授科程而被聘用的学者 即是那些 炒散 我说白了 炒散那些就不用審查了 又可以继续 低伤 就是欺负炒散的学者 但他们的知识也是重要的 他们为了牛津 怎样都不差 另外一位副校长 Martin Williams 威廉斯 他就表示大学现在实施 牛津加权付款 就为了提 提高 低薪教师的待遇 即是他承认是低薪教师 他不是不认的 但是 是否能够有效地缓解经济压力有待 检查的 虽然牛津大学的教学品质仍然被外界视为全球领先 但是他的制度背后亦突然了高等学校 即高校 内部一些结构问题 其实一位牛津的 大学讲师他就说 很老实 外界可能 根本不了解有多少课程是由短期合约或者时薪教 这些讲师去教我们的学生 学生普遍认为 牛津的声望 不足以 掩盖不合理 薪资 以及高压工作 这些 不可以作为一个仿指 就是说明校教 收便宜点 时薪 好吗 当然不可以 如果不改善 是新资和合约问题 这个制度恐怕难以 运作下去 对于教学的质素 和 大学的声誉 都是做成长期的受损 你教到学生 很流 3Q不识7 可能就是这样 当然有人就说 这些 兼职老师亦都准备罢工 罢工当然英国今年也算是 几多下 会不会 工党上台之后 少了 少了 保守党很多 没错 没错 也是会有的 好一点 工党当然 刚才你说 就是 结束了保守党14年的执政 走马上任 工党党会司既然接受 查理斯三世任命之后 就正式成为首相 在他新的25名国员当中 十一名是女性 也是创下了历年的新高 当然就算这样 都是很多风风雨雨的 目前政策 很多都是实施不了 因为英国 还有220亿英镑的财政 叫做懸崖 当然之后他就用了400亿英镑的大规模增税计划 其中一项是针对农民的加税政策 农民的实力很强 弄得农民团体很生气 因为觉得你不是帮我们的基层吗 结果你又不是 唉 怎样也好 都挺难搞 那再看 原来政府 预计每年从税收当中 获得 5.6亿磅的收入 在哪里呢 5.6亿磅收入 但是 最搞笑就是 这个国家医疗服务系统年度的预算 就是 刚才说 向农民加税 就有5.6亿磅的收入 但是 在国家医疗服务系统 它的预算就高到1800亿英镑 当然 到处加些都可以 但是 令到农民那么不赞 之后会令到 在农产品 价格上涨 其实最后 惨的都是小市民 只是 包括 刚才 为什么我说的这些新闻 就和 牛津这些 叫低薪合同的 港司 惨的就是他们 当权者 校长也不惨的 其他人 当然 刚才我们说的 农民也惨的 和相关 企业的人也惨的 是吗 好 今节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